金鸾殿上 时间一纷纷流逝 秦王 你这是要朕等到猴年马月啊 秦王府 元宝上殿 他离开王府前虽然交代过元宝 唐使拷问巫国 便将他伪造的一份共认状呈上来 可是 元宝来得是不是太快了点 爷 他认了 秦王这才舒了一口气 只是舒缓之余 又万分惊惑 难道他真是藏了几年的锋芒 越来越拙了 竟然不如元宝能干了 公公走下来 将元宝城上的罪状递到皇上的面前 大胆成二 竟然忘恩负义 施杀自己的主子 简直是冥灭人性 人人得而住之 秦王 朕命令你 明日午时就将成二拉到五门处斩 以尽校友 陈遵命 元宝 干你测 王爷 如果小的告诉你 其实真正让成二画鸭认罪的不是小的 你会不会觉得小的很无能 不会 这是 不是你 还能是谁 是王妃 说来听听 今日小的在用言行拷问成二时 王妃突然出现了 王妃并没有对成二动行 她只是对成二说 也不会轻饶她家族谱上的三亲六七 还会鞭持她祖宗十八代 那成二是个孝子 害爷为难她娘 便俯首招任了 本王有这么残暴吗 外面都是这么说的 王妃并没有对成二是个孝子